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麦鱼汁面可以配上漂亮的橄欖油和蒜蓉 或者非常简单的调味 它已经很有鲜味 究竟如何煮才可以煮到最好吃 一起看看 材料非常简单 就是橄欖油 这是急凍的鱼 虽然这是麦鱼汁面 但我今天没有买到麦鱼 所以就用鱼鱼代替 还有蒜头就是这么多 处理这个鱼鱼非常简单 就是把鱼鱼拿出来 然后把鱼鱼内部的内部 也把鱼鱼拿出来 如果你想保留在圈圈 就把鱼鱼拿进去 然后 把鱼鱼内部的内部 全部挖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处理这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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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把兩隻眼睛拔出來 與此同時 魷魚我們要做一個抹茶 我們就已經在另一邊 已經煮好一大碗水 預備我們撈完魷魚 撈起它,然後就撈抹茶 魷魚切成一圈圈 不要太… 儘量…那個圈圈薄一點也好 因為會令到它非常… 不會那麼… 切好魷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魷魚放進滾水裡 滾一下 我們在滾水裡當然要先加鹽 雖然魷魚是一種海鮮 但是始終它在鹽水裡滾 會帶到一些… 味道給它 好的,我們把魷魚 丟到熱水裡 但是其實魷魚已經切得這麼… 這麼薄,不用煮很久 而且我們待會煮後 還會煮多一次 回頭,所以其實不斷煮就行了 這個魷魚 魷魚煮好之後 我會馬上浸在冷水裡 因為… 防止它的熱量繼續煮它 好,下一步我們就煮這個 蜜魚汁麵 我們把魷魚放進剛才六個魷魚的滾水裡 煮它大約…八分鐘 在錄著魷魚的同時 我們就到另一個主角 就是蒜頭 在廚房小玩具出場了 首先,我們把兩顆蒜頭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拌了 你看 然後呢 超級方便地 一些很薄的蒜片就可以這樣拌出來 了 就到我們的橄欖油出場了 橄欖油我們用這個初榨橄欖油 很香的 其實呢 拿來就這樣點麵包都已經很好吃了 這個 那我們呢 就放在這個橄欖油裡面 用很低溫的慢慢熬它 在煮這個橄欖油的同時 我們在旁邊也不要忘記 我們在煮的蜜魚汁麵 其實呢 現在通常包裝袋上面呢 都有寫這個PASSA要煮多久 但是呢 你可以根據你個人喜好 去煮它硬一點或者軟一點 你可以撕開它一半 看看它中間那裡熟了沒有 現在雖然你不會看到 看到中間還有麵粉 就真的還沒熟了 而且你也可以試試一下 這個時候呢 將剛才已經煮熟了 還有浸了凍水的魷魚 可以隔開水出來 用廚房紙巾吸乾它的水 因為防止令到那件事太濕了 吸乾了些水之後呢 就可以放回去這個橄欖油裡面 好 我們呢 將它聞到那些蒜片的香味 都放了這個魷魚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PASTA 放回去 我們已經滴乾了水 那由於呢 剛才我們煮這個PASTA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水裡面也有加鹽的 那所以呢 一會兒我最後調味的時候呢 就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太過魯莽地 一大堆鹽地放進去 如果不然呢 太鹹就不能回頭了 就可以了 基本上把它煮在一起 將每一條的麥魚汁面 都能碰到 有橄欖油 還有煮熱它 有橄欖油 就像煮熱它 有橄欖油 有橄欖油 在很近